在外交政策上面 我们采取争取两岸和平的主导权 当作优先原则 日本议员访台 拜会台湾党政人士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当然是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戴星德会代表 民进党出来选2024 这预料中的事 另一头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出席新北市警察局长交接典礼 资深刑警出身的侯友宜 现在也准备跨出国门 走访新加坡 我经常透过很多的国际论坛 或是实体的外交 大家一起面对国际的歧视 蓝白两位政坛领袖 似乎都在为2024总统大选 累积外交学分 而新任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同样磨刀霍霍 三分天下的局面 俨然成型 2022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 再加上台湾选举的中摆效应惯性 连续执政八年的政党 从来无法继续取得连任 因此整体形势对赖清德而言 是相当的不利 然而呢 在野势力却也暗潮汹涌 除了国民党跟柯文哲之间的 进合之外 前鸿海总座郭台铭是否会出现 也让选举增加更多变数 民进党八年来的执政已成为政治包袱 从疫苗黑箱 林志坚论文门 新竹棒球场 到台南黑金 枪击案等等 反对民进党已成为在野党的最大共识 但问题在于 到底该由谁登高一呼 整合各路人马 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说 其实他很早就说他会参选 除非他不参选他才会公告 针对蓝白河 他其实就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对于一个小党来说 只要去因为选举而合作 你会发现都会是被并吞的状态 我认为民众党如果2024 他如果柯文哲没选上的话 他们2024就泡沫滑了 所以反而如果能适时跟国民党 或主要在野党合作的话 那未来我觉得 还会有一些政党力量的延续 民众党早已定于一尊 就是柯文哲 而国民党表态的人选 包含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以及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 然而人气最强的侯友宜 却始终不说破 至于郭台铭究竟想要披蓝刨出征 还是与柯文哲合作 目前也无消无息 如果在2024国民党单纯 退出我们国民党自己的候选人 那如果不去跟郭台铭 甚至是柯文哲协调的话 那未来如果郭台铭他独自出来选 那柯文哲也是自己代表民众党出来选 很有可能这个 不能说泛蓝的票 而是反民进党的票 真的讨厌民进党的票 会因此而分裂 2018总统大选 党内互打的局面 让国民党如同惊弓之鸟 不少人希望整合在野力量 但关键是谁也不让谁 只要认同我们中华民国 认同国民党理念的 那不管原来是蓝色的 白色的 没有颜色的 各个颜色的 都欢迎大家 像一个非绿大联盟一样 我们大家一起团结努力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抛出非绿大联盟 然而蓝白之间 不是让不让的问题 而是客观条件上 实在不能让 这个2024选举的部分 还有政党支持度的票 政党支持度的票 它会涉及到 不分区立委的一个席次 也就是因此 柯文哲必须要披着战袍 来打这场选战 才有可能拉高民众党的支持度 拉高这个 不分区立委的席次 那反过来讲说 如果柯文哲这个 也许是副手搭配 或是说这个表态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交换 那他又要跟国民党 换什么呢 国民党要让出什么东西呢 国民党是可以在所有 区域立委的选区 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而且有机会一搏的 那他要平白让给民众党吗 主观上面 大家都期待说再也要整合 但是实际上在客观上面 你没有足够 有机会当选的候选人 你就支撑不了 跟对手的协调跟谈判 因为你没有筹码 讲白了就是这样子 纵观2024总统大局 民进党有执政包袱 国民党担心党内互打 民众党则得避免泡沫化危机 蓝绿白都有各自的难题 谁都没有必胜的底气 TVBS新闻花正森 顾尚军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